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学习历程里面 要学习的 第一个是有如何过关的技能 也就是说 让我们怎么勤洗手 怎么戴口罩 让他不要感染 那第一个是 怎么样有过关的态度 也就是 套一句比尔盖茨讲个话 这次病毒教给我们的是 如何谦卑 这才是最重要的 怎么样去慈悲心来助人 那第三个是 如果有过关的智慧 也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期待 期待能够对我们 做一个随时的调整 因为每一个人的期待不一样 你希望明天确诊是零 如果确诊是一 所以也不要去恐慌 不要去生气 这个期待我们随时会调整 来学习向师傅手 迅速我们的 怎么样去把自己倒空 归宁 成为一只 轻盈拓彻的竞品 才能够灌入责任的智慧 干露 学习 调整我们的期待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